搜尋刺激線上 好 講到馬文君 卷入這個潛艦國造的泄密風波 昨天 好 冠婷 我們看到是李政浩跟吳征 真的說到做到啦 兩個人跑去告了這個外患罪 去告發了 好 不過馬文君 其實昨天他有在南投 開一場記者會喔 他不斷的告訴大家 他絕對沒有對不起國人 也沒有對不起南投相親 好 那如果李政浩 吳征 跑去告他的話 他說這個司法已經在調查囉 有必要的時候 他會反控這兩個人誣告喔 如果真的要告誣告的話 是不是現在就可以去了呢 我先講一下 為什麼昨天吳征跟李政浩 要去告馬文君 高檢署不是就在調查了嗎 很多有這問題 主要原因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吳征 跟李政浩他們很貼心的 擔心高檢署的檢察官 手上的資料跟證據不足 所以把那完整的資料 完整送去給他啦 再補足一下啦 聽說連逐字稿 都已經幫忙準備好了 律師都幫忙準備好 那第二個原因 我覺得更是核心的因素 因為馬文君嗆瞎了 當李政浩在網路上 指出馬文君 涉嫌可能洩漏秘密的 一些事情的時候 馬文君直接嗆瞎說 有本事來告我啊 天下第一次有這麼好的事 要求人來告 那李政浩跟吳征 機不得嘛 於是他們就去告了 如他所願 國慶也先來無事 然後就去告了 好 而且他們很貼心喔 本來大家擔心 高檢署的檢察官 國慶連假會休假 他們特別聯絡了高檢署 確定有上班 所以有值班檢察官 會來收案 好 第二個我要講 馬文君其實昨天也跟吳征 他們有做工房 馬文君在南投開了記者會 那簡單來講 他記者會的回答了四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講說 大家都抹黑我 是那個搞贏頭小力的立委 說真的不是抹黑 是你有沒有講清楚 之前那個 不管是黃曙光 直指說有立委在 為了贏頭小力亂搞 對 或者是郭琦跳出來講說 有送錢到那個籃子裡面 你看馬文君 他的重點的回應 都是避重就輕 那個桌子不是橢圓形的 是方形的 沒有籃子 但是沒有講 沒有拿錢 所以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是當然會被質疑 第二個他說 他也有提供給檢調 那其實說真的 如果稍微有一點點司法常識的人 這種作為的時候 都要做宣誓 那宣誓 你要無知以致辰 然後怎麼樣 不會貪賬枉法 不會幹嘛 你沒有宣誓的人 就可以貪賬枉法嗎 當然也不行 可是宣誓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一個態度 如果馬文君在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號機密會議 連態度都不敢拿出來 都不敢簽這個字 你講說 我問國防部說不一定要簽 還是要保守秘密 那你為什麼不敢簽 再來第四個 他說因為抄寫 講電話 實務上不可能發生 因為資料很多 手機要交出 說真的第四點 我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觀眾朋友 我們自己來評論 然後核心的 我要講這四點的原因是因為 馬文君自始至終 沒有回答最核心的問題 你到底是基於什麼動機 把資料交給外國人 想不到 你今天如果要揭蔽 我一直在建議馬文君 你今天認為 潛艦國招是大弊案 OK 立法委員可以揭蔽 不同政黨揭蔽 讚 你可以做的手段 有N種做法 我分享給你幾種做法 第一個做法 你找同樣是國防專業立委 江啟臣 呂玉玲 吳思淮 跟你在立法院 國民黨黨團開記者會 蔡英文政府有弊案 你就揭發 媒體會報導 大家社會來評論 為什麼沒有任何國防立委 跟你一起這樣搞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你可以跟媒體配合 你可以跟媒體講 有大弊案 讓媒體報導 有啊有啊 有媒體跟他配合 已經報導了 對 但是他的做法 當時並沒有像現在這樣子 直接直指一些 他都是會聲會影 等一下我會講 但是重點是 你今天有沒有直接把這件事情揭露 你做你第三個 你可以再質詢 你可以質詢院長 質詢國防部長的時候 把你認為的弊案揭露 社會會有公斷 退萬部 你都不想做這些事 你可以檢調調查 你今天做的做法是 你這些事情 無論是你沒有給人家足夠的時間 或者是你根本連做都沒做 你直接就講說 給外國人 給韓國人是為了揭蔽 這邏輯不通 到底是哪一國的立法委員 要揭蔽會給外國人 照目前為止 馬文君還沒有講清楚 然後另外呢 他們很想要對外講的一個重點是說 因為我們目前前線國照 我們沒有拿到武器輸出許可 可是其實立法院的質詢 都講得很清楚啦 他問的相關的輸出許可 107下 然後你先來給外國人看看 我媽的